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潮流实验室 大家好 我是袁晨杰 大家好 我是胡斌 胡斌现在是在澳门的DFS 这边举办的第二届矿石场表的现场 那么当然矿石场表 那一定是把全世界最精英的表 全部集中在这里做一个展览了 那今天呢 我收到一块 看到一块非常好的表 要给大家推荐 然后呢 这块表非常的厉害 首先我想让大家看一看 这块表的这个卢三真面目 那这块表呢 是卡迪亚的这块 叫做浮动式陀飞轮的一块表 那么浮动式陀飞轮和陀飞轮有什么区别呢 它是在陀飞轮的基础上更深一级了 而且呢 这块表呢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 算是优势吧 因为在日内瓦 你知道得到日内瓦认证 这个应该制作认证应该是优质的 认证应该是不太容易的 首先它一定要 这块表一定要是在日内瓦 纯制作在日内瓦 那这款表呢 大家也知道很多钟表商啊 他们在制作表的时候 它可能机芯来自于哪个地方 然后呢 它的外壳来自于哪个地方 表带来自于哪个地方 那这款表呢 是全部由卡迪亚自己 制作所有的零件和所有的配件 我为什么要推荐 那卡迪亚这块 卡利波这块新的腕表呢 是因为我经常要出差 然后有的时候我会觉得 有的表的动力储存不够 所以说有的时候会停下来 或者是造成一些困扰 那会造成我延误或者是什么的 这些块表呢 它有一个50个小时的储存 当然它里面还有很多的宝石啊 就是它有多少 19枚的红宝石 哇 好厉害 所以说呢 如果有的朋友 他们说要收藏一块 比较阳刚的表的话 我觉得选这块是比较好 它专门是为男士设计的 这块表刚刚出 如果可以收藏的话 我是蛮想要的 不知道你怎么样 好了 谢谢小鸣说再见啦 真的很感谢大家每周的支持 希望你登陆我们一路下方的论坛 以及我个人的微博 去给我们留言 去给我们提一些建议跟想法 因为呢 你们的要求 就是我们的追求 我们希望我们的节目呢 能够越做越好 同样呢 也是希望 更多的朋友们能够支持我们的超流实验室 下周同一时间 千万不要忘记了 我们的约定 我们约定